今早的AT国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美团3690 减选原因是 随着股东减持压力消化 市场竞争或较预期的轻 下星期公布季绩的美团 有潜力出现突破 彭博综合预测 收入预料会增长24 到575亿元人民币 经调整盈利由亏转盈 就是赚19亿元人民币 全年计算 今年经调整盈利 预料会增长4倍到145亿元人民币 对于抖音进军外卖界 大和就说到 4月份抖音的外卖规模仍然较小 因为抖音主要是打高价位的大餐厅 相对于抖音 大和认为美团的竞争优势在于 第一就是搜索需求类别债更加多 第二收集了用户长期的记录 可以更好地运用这个运算法 去向消费者推荐最合适的个性化产品 第三 算法对中小型商家更加有利 因为他们广告预算比大商家少 策略上可以在135元以下分注收集 短线目标在前浪顶接近150元 长期目标可以参考大行的平均目标价205元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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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